大家好我是PSG上路阿滋 大家好我是PSG的打野圈甲 大家好我是PSG的中路Maple 大家好我是PSG的EddieWalko 大家好我是PSG的輔助Woodie 這個抽籤結果的話我覺得 八分吧 然後剩下兩分就是看自己的表現這樣 兩隊都是五五看 五五開吧 看當時的狀態 冰翔跟那堆交手 可以的話就 再對一次GG吧 因為MSI被他們三比零 如果有機會再遇到他們的話 跟他們復仇一下 有機會對上韓國隊的話 應該最想對到T1吧 因為就是Faker嘛 然後他也打很久了 對 就是也是曾經的偶像 從T1到現在的話 原本是在後面觀察了 觀察一年嘛 然後看政權一路這樣打 然後自己 今年也是比較不會那麼緊張吧 然後因為國際賽也去過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 希望能越打越好 然後發揮好吧 這次的期許的話 就是能到打多遠打多遠 然後自己的發揮 比1萬更好吧 然後有機會 Carry我的隊友吧 先進小組賽 然後到時候再看看吧 希望能先進 對於自己的期許的話 就希望這次CSI就是 不要有自己後悔的表現這樣子 希望可以讓 世界記住有我這個人吧 好的方面 這次的期許的話 就進小組賽吧 然後對自己的表現 滿意就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PSG的教練 科技 大家好 我是PSG的教練 Z-Rawd 抽籤的話 分數的話 應該給個可能7分吧 因為其實我覺得 實際上應該 抽籤不管怎麼樣都差不多 那當然我們最後 不管我們小組怎麼樣 我們只要贏了之後 我們其實要對到的對手 應該算是稍微比較強 可能是歐美其中一隊 或者是CFO嘛 再來是R7的話 其實R7是一個 偏向喜歡GANK的隊伍 那可能 他們前面也打得比較 就是他們比較有計畫一點 那這方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點 對 抽籤的話 應該也就差不多 就7分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第一輪的話 應該 我覺得我們應該都 蠻有信心的 只是說後面 對到的對手 可能都是我們平常 訓練的一些老對手 這樣子 對 所以 然後再來說 遇到R7的話 我覺得 就前面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然後 他們的中上 應該算是 是演算蠻厲害的這樣子 對 所以說我覺得 就是把我們東西打清楚就行了 其實我覺得GN 今年在他們賽區 看起來沒有往年那麼有宅之力 對 那當然 因為我們也跟他們訓練賽過很多嘛 那我覺得他們 在訓練賽上面的時候 其實他們實力還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 反正 GN的話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個打法上面來說 比較兇悍的一個隊伍 所以說 前面的話 盡量不能 被他們找到一個突破點 不然其實他們 滾雪球的能力 還算是蠻不錯的這樣子 首先我覺得 因為我們還沒開打訓練賽嘛 就是 13.19的 那包括其實 現在13.18 我們也才剛回來幾天嘛 那 利多的話 我猜測 如果版本往 野河方向去走的話 我覺得 對我們對我來說 會是稍微利多一點 對 那 當然我們還不確定 版本 最後 世界賽版本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版本嘛 接下來就是 還是要看我們訓練賽 去 準備的怎麼樣 對 主要是 現在 也很難說 就是利多或是必多這樣子 因為 我們很多東西是 還沒有經過測試的 然後當然說 因為 像以往 世界賽來說的話 就是可能我們訓練賽是 掌握的可能是一個META 但是到世界賽的時候 可能又 不一樣了 就是 大家的META 都在 更新這樣子 所以說現在 很難去 做一個定案這樣子 其實選手狀態的話 因為我們 剛回來嘛 然後 訓練賽就打了 兩天或者三天吧 其實 我覺得 我們現在沒有一個 選手狀態是非常好的 對 就是等於像是 我們像是有點 在復健吧 那當然 因為我們還有 蠻充分的時間 我覺得 大概還有兩週的時間 那我們要抓版本 然後再加上 調整狀態 我覺得其實兩週 應該是蠻足夠的 對 應該跟KG教練講的差不多 因為 主要來說 我們現在選手 就 還在找狀態 當然說 版本的東西 大家也都還在討論 所以說 現在也沒有說 大家 可能已經 步入一個正軌了 這樣子 都還在慢慢調整中 期許的話 其實我 只希望選手 在世界賽的舞台上面 然後 充分的 展現自己想要打的東西 那我們打得像一個隊伍這樣 那 我覺得 以這個前提 下去的話 我覺得 基本上 成績應該不會太差 那 如果 真的說 比較希望成績的話 我希望 我們可以打到八強 對 那我們可以去 扶三 好像八強是在扶三嗎 因為我 比較看 當下 就是我也希望說 隊伍能 關關難過 關關過 這樣子 就是我們一步一步來 然後把我們東西做好 然後 一直往上打 這樣 那當然說 我們以最終目標來說的話 我還是希望說 能夠進八強 因為 畢竟 太高奧賽區已經 很久沒有進八強了 這樣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